有些学佛人花大笔的钱饲养宠物 喂养若食 请问这样做是否如法 如何劝导他们 把饲养的宠物的时间 金钱放在洪湖正法利益众生的世界上 这要他觉悟 要他真正对佛法明了 所以学佛是一桩事情 明了又是一桩事情 学佛的人很多 是迷信 什么是佛不知道 为什么要学佛 听说学佛佛菩萨保佑他健康长寿 升官发财他就来了 他是为这个来的 什么是佛他一无所知 这样的人占的比例很大了 不要以为佛教徒很多 不多 你一筛选到最后没几个 所以这个才是佛在经上所讲的 得人生难 闻佛法难 如果像现在这个情形 文化佛不难 光跌满天飞 现在这个网络卫星哪有难呢 可是你细心想想的真难 他没有听懂 他没有听懂 没有听明白 依旧是自私自利 依旧是搞明文理 甚至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了 他不到社会上找工作 他到佛门来出家 为什么出家 他看准了 这个行业好 明文立扬 很快地就得到了 居住的是供电式的房子 跟一般同学在过行过夜比较 没有人能够的相比 一旦坐上了住持了 就跟小皇上一样 吃饭的时候 你看前呼后勇 多少人伺候 他们同学在社会上 搞其他的行业 跟他相比 确实差很远 他聪明 但是要晓得 他想的这个佛报 都是他命里的优点 但是在佛门里面 想这个佛的时候 他的 亏值很大 他本来是有一百年的佛报 他在佛门可能十年就想完了 佛报想完了 那个罪报就现前了 那是我确定的破坏佛法 他不是来建立佛法 他是来破坏佛法 这个都是佛法没有正规的弘扬 接触佛法 接触佛法的人 迷信的毒 我在过去常常劝导 发心供养的人 要小心谨慎 否则的话 你做的不是好事 你要让这些出家人 因你的供养而生起贪心 他们本来出家是学到的 是有成就的 你从他们发心 把他拉回来 送他们到三国道 你造这个罪业 是阿比地狱罪 所以过去有人问我 这个发心在佛门做功德 哪一样最好啊 没有副作用 我一告诉他 硬金 决定没有副作用 人家拿去卖也好 卖他有人买啊 买的人他一定毒啊 这个没有副作用 这个主意不是我想的 印光大使教导我们的 你看印族一生 那四众的供养那些钱 他就做一桩事情 他在苏州就用这个钱呢 办了一个洪华社 洪华社在当时就是出版社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相当进步了 用签字拍板 做这个事业 他没有拿去建庙 没有拿去做别的 遇到社会上有灾难的 旱灾水灾了 老河山也救济 钱从哪里来呢 钱从印经款项里面 拨出来 这就说明 他老人家一生干的 就是一桩事情 印记 这个做对了 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自己的意识做形 非常简单 我们看看他官方就知道了 所以我是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讲经 讲经的场所 是谭虚法师办的图书馆 中华佛教图书馆 我在那里讲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 就转到香港 寿野老河山的光明讲堂 继续讲两个月 一共讲了四个月 讲了一句 四个月时间不够 好像只讲了一半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看到收集红画社的出版的书 他收到很多 红画社的本子确实好 教对 很用心 措字很少 印的纸张印刷装定 在那个时候 都是很考究的 不是随随便运 注重品质 老法师的理念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些书是让人长久保存下去 我们看到老后的传记 明白 一生干一桩子 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 完全学老后上 我们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专门干这桩子 几十年来 就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应送进入 不做别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